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小孩子的膳气 小孩子的脱肠需要手术加以解决 那还有一种小孩子 他没有肠子掉进去阴朗里面 也没有苦苦 但是他阴朗就整个肿肿了 那这种病人我们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 医生常常会告诉我们说 你的小孩子有阴朗水肿 那你如果用手电筒在他阴朗下面照 会发现他是亮亮的 很像这个我们的一个灯笼一样 其实里面就是水 而这个水是跟我们的腹腔里面可能有相通 但是他也有可能没有相通 有相通的话就跟我们小孩子的膳气 或是脱肠是一样 是因为我们的睾丸要进入我们的阴朗里面的时候 这个腹膜的突出物并没有合起来 所以呢只要有一点点的相通 我们的腹内的水就会进出我们的阴朗 所以他有时候平躺的时候 最早小孩子的这个水慢慢消回去肚子里面 阴朗就会变得这个缩小 但是站起来活动久了之后呢 这个腹腔里面的腹水 跑到阴朗里面去 那会让他走得很大 有时候看起来很可怕 这就是阴朗水肿 还有一种小孩子的阴朗水肿是合起来的 也就是说他虽然曾经有过阴朗里面有水 可是他跟腹腔里面是完全密合 这个叫做非联通性的阴朗水肿 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呢 在治疗上是不一样 因为这样子的非联通性的阴朗水肿 有时候我们只要用蒸满水吸出来 吸几次之后呢 等到他不再有水进去里面 他自然就不会再肿大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连通性的阴朗水肿 也就是说你的阴朗里面的水肿 是跟你的腹腔里面的水是连通性的话 你怎么抽他又跑进去 还是一样 那就需要做复膜 把这个复膜跟阴朗之间 这个突出物呢 把它关闭起来 这样子才能避免阴朗里面继续水肿 影响到我们的老丸的发育跟它的功能 谢谢大家